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及时通 今天有几点内容想要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要来跟你们分享 汇丰Live Plus的现实手刷里 接着则是来跟你们分享 新自然银行信用卡最新的公告 还有呢要来跟你们分享 是玉山信用卡的回馈进行的调整 接着会来跟你们分享 国内求卡小数点最新的兑换公告 最后只是要提醒大家 国际行动支付最新规定 很有可能没有办法绑定信用卡 如果你在选择2024的超强无脑神卡 永丰Sports卡绝对会是一个首选推荐 你见到符合条件呢 指定行动支付都可以享有7%的回馈 加码5%每个月上线是300点 顺利最多可以消到6000块 它指定行动支付包含Apple Pay Google Pay 神送Pay 以及咖咪Pay 而这张信用卡最强的地方 就是国内国外呢 利用这些行动支付都可以稳稳拿到7%回馈 可以堪称是一张非常好用的无脑神卡 当然如果说你已经是永丰新户的话 其实我最激推的呢 就是永丰大卫卡啦 新户国内国外无脑 可以享有3%的LinePoint回馈无上线 而它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呢 就是在合卡过后的10个月 都是可以享有加码的 所以你现在审办呢 就可以直接享用无脑3%无上线呢 直接到2025年 那以上这几个啊 都要搭配一个超好用的数位账户 就是永丰大户啦 一件老虎和大户等级呢 在30万里面都可以享有1.5%的活除利率 这几个组合绝对会是2020下半年 非常好用尽可攻退可守的组合 推荐给你们哦 首先先来跟你们分享 汇丰Live Plus的限时手刷里 目前到103年10月31号 新户在合卡30天内累积消费达到5000元 就可以享有手刷里五选一的优惠 分别是菲利普的十合一行动电源 还有Castify的礼物卡3000元 以及呢Beats的蓝牙二机 还有呢American Explorer的30寸胖胖箱 或者是运动箱 接着呢还有DiskEchno的20加28寸旅行箱两建筑 而这张信用卡呢 目前是高到113年12月31号 指定通路可以享有3.88%的回馈 而在于指定通路上面包含了 餐饮、购物以及娱乐 这张信用卡是以MCC Code作为认列 所以其实通路非常的广泛 那你今天只要绑电自动扣脚呢 指定通路就会上升到4.88%的回馈 接着在指定国家的餐饮消费 则是直接上升到5.88% 指定国家包含了日本、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以及越南 所以如果说你最近刚好也要去这些指定国家 搭配它的手刷里 其实你的回馈会是更大化的 接着则是来跟你们分享新产Echo卡最新的公告 目前从114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 而新产Echo卡其实有两种版本 第一种是永续卡国内消费从1.5%下修到1.2%回馈无上限 而日韩、新泰、欧美则可以向5% 加码3.8%每个月的回馈上限从1000元下修到8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21,052元 它这次新增了泰国的通路 在指定通路的部分则可以消10% 加码8.8%每个月上限3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3409元 而它指定通路一样包含了特斯拉充电、Gogoro 电池、支费等等 而如果说你今天在账户里没有存满50万的话 回馈就会往上提升 国内外可以消3% 指定国家只是来到6.8%的回馈 加码1.8%每个月上限300元 最多可以消费16666元 现在Echo卡的另外一种卡片是极简卡 那这张信用卡也是原本花旗现金回馈 plus 泰金卡的替换卡片 原本国内可以消2% 一样下降到了1.2%回馈无上限 其他通路的回馈跟永续卡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张信用卡已经在海外消费还虽然堪用 但是国内呢 我会建议你可以替换其他卡片作为使用 而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信用卡 对于高贡献的顾客会有更好的回馈 像是国泰Q卡、新来Echo卡 都是相同的道理 你必须在银行里面有相对的存款 你的回馈才可以更大化 接着只是来跟你们分享 玉山银行在信用卡上面的调整 玉山银行从114年1月1号起 不管已经是信用卡或者是签帐金融卡 所有的回馈方式都调整成无条件舍去 无条件舍去会有什么影响呢 举例来说 玉山Uber的网购行动支付3% 它是属于抵押室 包含了1%的回馈无上限 以及2%回馈加码 而这两个回馈呢是分开给的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拿好拿满的话 其中1%消费你必须单笔买100元才可以拿到回馈 不买100元呢是没有回馈的 除此之外呢另外一张讨论度也非常高的 玉山UNICAR的基础回馈组成方式呢 是0.3%加上0.7%才可以想要1%的回馈无上限 而这两个回馈也是分开给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拿好拿满的话 你单笔消费就必须满333元 有关于玉山Uber卡这张信用卡也讲过非常多次了 最详细的资讯我都会放在下面资讯来 而如果说你今天还没失败过的话 不分心救护 透过你也申办再合卡30天累积消费达到999元呢 就可以想要200元的加码 接着只是来跟大家分享国泰小数点2.25年的公告 目前从114年1月1号到12月31号 折抵消费啊一点折抵1元 最低消费你必须4元才可以开始折抵 接着在里程的部分一般卡片呢 长龙亚万360点兑换1000里 华航的部分840点兑换1000里 而如果说你点有世界卡的话 长龙亚万呢则300点兑换1000里 华航720点兑换1000里 而这一次呢有新增高铁TGO的点数兑换 你今天可以用125点来去兑换500点 接着则是来跟你们分享调降的部分 百货里券超商点数兑换通通取消 都督坊台湾点通从33点兑换一个小时 上升到35点兑换一小时 基本上呢里程饭店的兑换都是没有调整的 所以啊是可以继续使用 在于长龙亚万兑换的部分呢 如果我们今天以回馈来计算的话 3%大概是12元兑换一里 5%大概是7.2元 10%只是3.6元兑换一里 华航的部分 3%28元一里 5%16.8元一里 在于10%的部分 则是8.4元一里 所以这张信用卡呢 还是算一张非常亲民的里程神卡 而且它是不需要年费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累积里程的话 但是又不想要负担年费 国太Q卡会是一张还不错的首选推荐 如果说你今天新闻还没示范过 透过0sman符合手刷里会再加码200点给你 所以最高可以想要700点的回馈 接着则是要提醒大家 国际行动支付的最新规定 金管会呢一口气下令 所有银行呢都必须进行配合 现在请呢 Apple Pay 在神兽配Google Pay的信用卡的绑定 必须跟手机门号一致才会发送 确认嘛 如果不同呢 你就必须直接打电话到客服进行处理 但是如果说你应该是使用双卡机 或是同时有其他eSIM在手机 还有连接WiFi 或者是短时间内 平凡绑卡呢 就很有可能会误判 如果遇到误判情况呢 一样要打电话到客服 所以如果说遇到很多次这种情况 基本上每一张信用卡都要打给客服 会非常花时间 尤其是现在也有很多银行取消了 Skype打0800的优惠 所以你必须花更多的电话费 来去解决这件事情 尤其是最近很多人可能已经换了iPhone 16 那如果说一定要绑定Apple Pay的话 这个情况也要稍加注意了 如果你有遇到类似情况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 最后想问大家 你使用哪一类型的行动支付次数会比较高呢 1.国际三大行动支付 2.扫码类型的行动支付 3.看信用卡的回馈 4.其他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天的影片就给你们非常多喜欢 喜欢这支影片 不要慢喜欢或订阅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做我们每次上线影片 想要关注我更多松口动态 欢迎follow instagram 或在那里粉专 你可以叫我会员帮助我创作公司 今天每有两个评论 我去订阅我下一集哦 贝不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星展的公告一出来的时候 我马上就想到另外一个拍片的主题 等一下我就会拍 就是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银行在讲求 你对银行的贡献度 这个贡献度包含呢 你可能在他们那边买基金 或者是呢 你可能在那边有订存 有买保险 有存款等等 你才可以升级到可能财管会员 那如果说你今天有一定存款之后 你当然可以想到其他服务嘛 可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比较平民 平价清明一点的信用卡 你开始限制你要有存款 我才愿意给你高回馈 其实这个事情 我觉得它门槛有点下降 就原本过往可能你必须升办到高卡 就是高端卡片 它才可能会有一定的资产上面往来限制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信用卡 有这些规定 像是最开始永丰大户 就直接给你等级限制十万块 你才可以想比较高的回馈 接着在于 汇丰汇赚卡 然后国泰Q卡 玉山UNI卡 还有像是现在ECO卡 都有这样的调整 所以未来会不会有越来越多 这一类型的情况出现 我觉得是可以再稍加观察的 只是现在你自己放眼望去 很多年一开始觉得 好像是蛮亲民的信用卡 也都走这一类型的操作了 可能银行那边也会希望 顾客在那边多停留一点 多贡献一点 多放一点钱进去 增加顾客与银行的黏着度 那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们对于这种操作模式的看法 是什么吧